没点本事 我凭什么被群英格评为五公子之一呢 千变公子不如早点投降 把你与柳青梅的计划一一交代了吧 这样做 兴许我还能指费你五公 留你性命 你真以为你赢定了 没办法 只能用内招来 损失掉的精气神 只好再设法补回来吧 没想到这个血验这么难缠 要站 哪边站 这就回复了 果然能被评为五公子的 没一个简单的 我御公子 是什么这招六欲化行 这不是当初燕姐用的那招的加强版吗 似乎是某种 可以让一般人看见的精神灵体 这玩意儿 后天九重的谢道运能随手而破 你就用这招对付我 各家宗门各有所长 魔秦宗不是范兴斋 对范兴斋无效的招式 对魔秦宗就很管用 不可能 花剑剑职位置先天 怎么可能有破坏精神灵体的手段 一切皆有可能 你就请无欲公子 再试试六欲合一 精神攻击 大人让我来 青儿最厉害了才不怕你 够 欲拐之术 撞死你 太慢 太弱 都说了让那丫头只用帮我抵御精神冲击 她哪里是主世界这些妖孽的对手啊 魔秦宗 魔秦宗养的鬼不错 竟然能抵御住六欲合一的冲击 精神攻击对我没用 认输吧 千面公子 不是我的对手 认输 这才哪儿跟哪儿呢 难缠的家伙 什么情况 刚才你一拳这家伙似乎根本没用力 折腾万天寄我身就为摸我一把 魔秦公子 你的手谕之法 我收下了 原来你那一项 就是为了山寨我的天官正禅 山寨货要真管用 那你为什么不对着我继续施展花剑剑指呢 花剑剑指是先天功法 你的手谕之法再神奇 也不过是后天之法 我魔防起来没有难度 还真是被你仿了个一谋一样 这家伙的武功我想要 一定要抓活的笔文 你的手谕之法 为什么比先天功法还要耗费真气 这种手谕之法根本不可能作为常态使用 难道我没有魔法完全 你这就叫偷鸡不成十把鸣 天官正禅的厉害 是建立在我有国魂称号的前提下的 不然挡几下高手的攻击 就能把自己的真气耗干 不行 等我下去 天三天我真的有可能找过来 有内招 速战速决 这到底是什么神法 如果是真的幻影 花剑剑气应该不会有任何损耗 还能被我操控 但现在是 射出去的剑气真的就不见了 还就不信了 好一个百花凋零 心魔无定身 竟然吃不下 波及到我本体了 机会来了 用出了百花凋零 血眼的真气应该是难以为继 它绝对会失诊住那招恢复神迹 我说嘛 还是管用的 这世上哪有那么无赖的武功啊 这是什么武功 为什么我的无相诀完全无法模仿 想模仿我的涅槃旨 你在想屁吃啊 你要连仙道秘法都能模仿 我就叫你爸爸 魔狱公子厉害 我甘拜下风 打不赢 就算用出那招也不行 哪怕凭尽潜力耗尽 寿命大孙也必须逃了 再拖下去 天三天五真要来了 后会有期 想跑 给我留下 我去 这招还能再施展血光盾 天五说的没错 这家伙太难杀了 六个分身同时施展血光盾 这让我怎么追 追哪一个呀 大人大人 秦儿知道追哪个 之前他打我的时候 我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 其余五个身上都没有 就最左边那个身上有 好京儿 你立功了 大人等等我呀 好了 安全了 这次算是惨重 至少丢掉了三年寿命不说 境界很可能要退回后天八重 而且真身上 不要伤一年半载 休晓复云 你这家伙太难捉了 别怪我 直接用绝杀偷袭呀 死了 不要啊 我打算活捉来着 人都死了 往事不可追 大概我和这功法无缘吧 什么东西 好像是一张皮 骨肉都没了 皮怎么还存在 好像是个人皮口袋 不过肯定不是人皮 这么脆弱的材料做的 不然早就被百花凋零一刀灭了 贴身收藏的 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 会不会是他的独门武功无相诀啊 一本易容试药 一本人物记 还有三张人皮面具 没有无相诀 也没有新魔宗的武功 这本易容试药 应该是教人怎么易容的 果然 算是一种复杂的杂选 可惜没有人皮面具的制法 大人看东西好快 亲人什么都没看清呢 我看看这人物记又是讲什么的 神秀和尚 大唐帝国开元时节排名第七 朱雀寺当代佛子之一 于雄武十八年秋 辈无生亲于大汉西雁镇 拷问一月有余 杀之 取而代之 比我想象中的少啊 这册子竟然只记了三个身份 虽然都是相当有分量的角色 大人看书太快了 莫非正好对应这三张人皮面具 算了 看不出杀来 有机会戴上看看 等等 那千面公子现在的容貌 到底是不是他真正的样子呢 越想越好奇 干脆试一试 新院大人 快看快看 这千面公子一直对外的相貌还真是假的 这才是他真正的长相 好吓鬼啊 长成这样 怪不得会觊觎大人你的美貌呢 看来是毁过戎 所以心里扭曲了呗 我有个想法 我现在手上有人披面具 再能学会易容试药的话 完全可以做一个缩水版的千面公子 如果能顶替千面公子的身份 他的独门武功无相绝 不知道能不能搞到 但新魔宗的武功 我或许可以设法搞一搞 清儿 召唤白鬼一起帮忙 我们先毁尸灭迹 千面公子已死这件事 能瞒多久瞒多久 好嘞 天三天五来了 清儿 你先毁我没心 好的 毕丧 你没事吧 葛怀玉是个很难缠的家伙 我和他过了几招 伤了他的脑袋 最后还是让他跑掉了 这家伙激起了我的兴趣 追杀他的事你们就不要管了 我一个人慢慢陪他玩 天五 你跟葛怀玉到底什么关系 他到底是不是你挚友 这个挚友嘛 勉强也算吧 我其实是新魔宗出身 之前是葛叶的弟子 葛叶就是葛怀玉的老爹 我跟葛怀玉也就这点关系了 要说了解 也是了解他本宗葛怀玉这个身份 他其他身份我是真不知道了 你是新魔宗出身 这 毕丧 可能是你跟老祖关系太近 所以不带清楚他老人家 在江湖上的威名 我加入血衣楼的事 有老祖庇护 葛依不敢找麻烦 只能认了 很好 没想到天武还有这么一层身份 这样 我安全伪装成千面公子的可能性 又增长了几分 我需要千面公子 以及新魔宗的详细消息 天武你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畜生年月 家庭关系 生辰八字之类的 统统别放了 真要追杀他 似乎也用不到这么详细吧 狄葬你这是 我让你说 你只管说就是了 这地藏若是会折腾人 难怪天三躲塌 都躲到我大通城来了 嗯 这个感觉 难道说 是你 来了 等你好久 白玉兄 我刚刚和你翻过脸 你还敢回头找出门来 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我能从你手上逃过一次 自然有把握再逃第二次 说吧 谢燕那小子 给你开了什么条件 抱歉了 怀玉兄 这次金矿特殊 他给我的 你给不了 别装了天武 我知道谢燕说 让你们别再插手 要亲自找我的麻烦 唉 果然什么事都 逃不了你的耳朵 我记得他 与你们极乐老祖有关系 我这次来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天将关系护我 压你一头的感觉不好受吧 我会留他一命 与他慢慢周旋 保证他只能一心一意 追着我的伪计 你也就安心做你的统领 如何 既然如此 那便如你所愿 燕武兄 咱们下次再续 此人应当是葛怀宇没错 但我却隐隐感觉有些不对 莫非 罢了 此时再多参与 对我并无益处 还是别多想了 天武这关算是入门考核 现在看来 葛怀宇的面具和易容试药 还是很给力的 毕竟我已经决定冒充千面公子 要骗不过天武 那谈何冒充啊 大人好远近啊 那个天武根本没有发现 眼前的人是假扮的 能当上血衣楼统领的 不会是个头脑简单的人物 天武未必没有怀疑 但他找不出破绽 怀疑也没用 不过大人 咱们这么急着赶路是要去哪啊 极乐观 大人你慢点啊 极乐观 那里不是柳青梅的大北营吗 为什么要去那儿 我说了 天武只是入门考核 接下来的柳青梅才是关键 而且也正好能帮白素元 那个坑爹货周旋一下 如果连柳青梅都能瞒住 接下来我才能去 图谋西魔宗老巢的事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 现在 极乐观 我来了